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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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出片會遲了 最近都陰天 好處就是熱浪已經過去 英國這頭的天氣是非常舒服 喜歡冬季多過夏季 夏季真是拿命 冬季那些是免費冷氣 Anyway 今天要講的是特仔 話說上回 原來那班人除了突擊海湖山莊之外 還在裡面搜走了特仔的三本護照 那這件事引來朝野的震動 雖然那個蓋世太保 即是Christopher Ray 一早說他奸的 跟那個巴爾差不多 就說到 執法人員受到這樣的批評 是很不應該的 不應該牽涉到政治裡面 你擺明政治操作 什麼不應該牽涉到政治裡面 他那些就是我討厭政治那些 但是自己又最政治化的 那今回啊 蓬佩奧都出聲了 他就說 喂 不對勁喔 當日你Hillary Clinton 就是希拉里 他都掌握著機密的訊息 啊 我都沒有走去搜查他了 是吧 那他說就對等了 因為希拉里當日和他一樣 都是美國的國務卿 對等單位 他又最清楚 是什麼的一回事 蓬佩奧的推文是這樣說的 對前總統做這些事情呢 是危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司法部 啊 FBI等等 這些是明顯的 政治武器化 他製造了一個執法的部門 去對付自己的政敵 這種做法在民主國家來講呢 是不容許的 但是今時今日的接納度 就高了很多啊 是啊 高了很多啊 誰說你聽美國現在民主的 一向都不是啦 已經醜態百出 是不是 就只不過他還有修補的機制 啊 期望他復原過來的意思 是沒有人否認過establishment的存在的 一切都是利益團體的 太過貪腐了 但是人家那些貪腐來講呢 都還有可能糾正 也是胡錫先生講的 在民主國家 你的民主是多與少的問題 在極權國家呢 你的民主 是有羽毛的問題 講完的了 所以無論歐美怎樣壞都好 都好過你那些 KK園區啊 什麼大灣區啊 那些落後國家的地方 是啊 說你落後啊 落後的是包括 你的mindset 你的制度 你的行為 那我引述了蓬佩奧整個推文先 他就說了 司法部長一定要解釋 新的國家不是巴爾了 為什麼會有這一次的特集 是顛覆了250年來的實踐 蓬佩奧講到了 也曾經參與過調查 斑加西事件 也證明到 希拉里是掌握著 機密的信息 但是我們沒有突襲他家 那是你豬而已 不好意思啊 你當日掌握著這麼多信息 你幹嘛不突襲去家 你今時今日自暴其短 哦 因為原來大家有默契 我就說了 做人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了 當你守規矩的時候 人家用了那些下三藍的手段去對你 又可能人格抹黑啊 放流料啊 你自己就想著空見禪師 少林方丈 以德服人 但是到最後 就必定是會被成坤所出賣 在成坤的掌擊之下斃命的 偶像不是哦 比較迂迴 他是借謝信之手 嘩 那不是更陰毒 Anyway 成坤你不知道是誰嗎 以天屠龍記啊 就話說空見禪師 想做和事佬 化解成坤和謝信一家 那個恩怨 那結果了 嘩大哥 成坤將謝信全家都殲滅了 雖然 那空見禪師說的東西都有道理的 因為謝信周圍去找一些 不關事的人 就用獅子敲神功 搞到他們神志有點錯亂 那空見禪師就說了 目的是逼成坤出來 空見禪師就覺得這樣做不太好 所以呢 就甘願承受謝信之權 你不要以為他這麼偉大 只不過因為他練過金鐘罩 如果他沒有金鐘罩 你說會不會 肯承受這個謝信三權呢 結果是受得住的 不過有第四權 第四權啊 新聞工作者 好了 當然有好消息了 就是終於 軟奶奶嘌嘌的共和黨 都叫最近硬正一點 其實共和黨理應是最硬正的嘛 整班那些保守派那些 嘩 結果 被人見到他們呢 就只不過全部都是軟皮蛇來的 講 就講求道德各樣了 但是全部不敢站起來的 嘩 那我們看一下特仔怎麼說呢 特仔就說 這個是對他的政治迫害的持續 即是續集 你十二面金牌啊 當日去召喚岳飛回來的時候呢 都是一種政治迫害 只不過現在呢 拍續集就是風波停的意思而已 那麼他繼續說 檢察官的不當行為 是司法系統武器化 是radical left 他很喜歡說的啊 攻擊 他們非常不希望 2024年有我的出現 特別是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呢 還有即將來到的 十月的一次民意表達 所以呢 就不惜一切的代價去阻止共和黨 和保守派 沒有其他補充了喔 他講完整件事了喔 還是怎樣啊 有人認為這個是正義的搜查 那麼那幫人下三男就當然了 你要跟規矩跟他玩的時候 那你就沒有得怨的 對不對 阿特仔 一向我都是主張以眼歸眼的 否則往後有些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就打死無怨了 是你當日自己做空見禪師的啊 不過這次呢 就終於有人為他 啊出幾句聲啦 是啊 有人為他出幾句聲 好罕有的 當日又不見他們出聲的 你當日不跟他出聲的時候 不站起來 你已經知道 他要面臨的是什麼的啦 喔到現在才會怕 不是那麼無怨見啦 又真的喔 原來共和黨員都有傻豬指數的喔 喏 為正義而出聲的 不是刑部尚書啊 就是刑部尚書是頂著蘋果才會 為正義而發聲的 啊九品芝麻官 今回就真的是九品芝麻官啦 這裏 FBI事件之後啊 有14名的內部員工 就已經向整個國會啊 我想應該是共和黨那邊啦 就舉報自己的機構 這些就是正義的化身啦 就不因為你鬥他人工 然後呢 他做一些不當的行為的時候啊 你就任由他繼續的 那這14名都是正義的員工 沒有利益的啊 這件事是不是 得罪腦頂喔 他們舉報當然就不是亂來啦 既然做得入面 沒有守則的嘛 那他們是根據那個守則 然後啊 再去判定這件事情 到底合不合理 這樣解咯 那就話說 在Sunday Night in America With Trey Gaudy 這個節目裡面呢 俄去俄州的聯邦議員 就和Fox News的主持人 也是前美國眾議院的 監督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 Trey Gaudy 就透露啊 向國會共和黨調查人員 舉報FBI的內部人士 已經上升到14人了 那真是向共和黨舉報 為什麼不向民主黨舉報啊 那這個好問題是不是 不是這個文明國家嗎 民主黨都會秉公辦理的 他們都sense 到這個是政治操作嘛 人家的聯邦密探 就有這個底氣啦 啊 這個亡國興話頭 有底氣 那另外呢 有很多名的前FBI官員呢 也都出來作證 這個另一件事件啊 就講到這個Christopher Ray 就說到當局呢 在清洗著一些 持保守派觀點的員工呢 理論上 他自己說的嘛 聯邦的人員呢 即是那些官員呢 就應該保持著政治中立 實質是不是呢 自從這個登登登登登 掌權之後 美國是迅速左傾 他呀真是左傾啦 哎 left king 怎麼說都對的 左派的國王 留下來的國王 被遺留的國王 應該說 英國節目都有說的 You sit there and do nothing and everything is fine 你阿特仔 啊 和那些共和黨 自己呢 就保持著那種叫做 政治的廉潔度 是不是 就是當人家 wrapping了所有東西 來對付你 發動超限戰的時候 嘩 這班人是完全不懂得反擊的啊 Anyway 今回是不是真的不懂得反擊呢 又不是的 有少少東西看 就是為大家報導這個消息啦 共和黨會議主席 Liz Tephenik 就和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 和監督委員會 多名的成員呢 一起聯署 開始調查 調查誰呢 調查Christopher Ray 是啊 不關海湖山莊事 那你才開始 會欣賞一下 這班共和黨員 為什麼呢 大佬高張一點點 就不要好像報復那樣 現在是在說你另一件事 是什麼呢 他們質疑Christopher Ray 多次使用政府飛機 進行私人旅行啊 那就要求這個 克里斯雷弗托 提供旅行的日期 用了的飛機 航班的目的 以及航班上的乘客姓名 但有幾期啊 就是登登登登啊 以往成立了這個 癌病基金的時候 整個基金沒有撥款 到Research裡面的 而很多的開支去了哪裡呢 就是去了他出房中國時候 那些機票啊 酒店啊 排場那裡 這個指控呢 其實很嚴重 就等於 Boris Johnson的 Party記 比Party記更加嚴重 Party記 都不牽涉到金錢各樣啊 而這個 Christopher Ray 直接是拿來做私人旅行啊 那雖然啊 法律上面是容許聯邦官員呢 用政府飛機去做一些個人 或者政治的用途的 即是有時候他們可能需要 處理一些政治事務的嘛 不過當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費用是一定需要自由支付 他們質疑的就是 Christopher Ray的這點了 那為什麼會引起這個這樣的調查呢 你說不可以直接stop海湖莊園那邊呢 那是因為呢 當司法部門在獨立調查的時候啊 無論是官首的或者非官首的 他們都是不可以多加評論的 所以如果真正要 去給點顏色這個Christopher Ray看的話呢 就只能調查他的一些 生活上面不檢點的地方 這個也是左派民主黨經常使用到的 當然有不同啦 他們那些山安伯造的嘛 例子就如過往的通俄門 通烏門 以及當時有個大法官呢 就找個通過一個測方機測試的博士 走去說人家小學的時候啊 對他無手無腳 但是剛巧那個大法官呢 就有做筆記的 從小到大都有筆記的習慣 所以先走得掉 可惜啊 到最後他都是沒有為這個特仔出聲 那我知道大家在想啊 大家就很想快點來到10月 有個好一點的結果 然後呢 再期望2024年可以再見到特仔 但是其實我內心裏面呢 都是覺得這傢伙呢 軟弱就無能 那當然啦 一個好人 總比那些民主黨的蛇蠍好的 至少世界不用那麼亂 不過有人喜歡蛇蠍的喔 噔噔噔噔噔 都有很多fans的 大家不知道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